休旅车好端端的停放在店门口 结果下一秒银色轿车完全没有减速 朝他冲了过来拦腰撞上 碰得嚎大一声 这么一撞休旅车保险感掉了下来 现场一片狼藉 车辆被撞得稀巴烂 凹陷回损严重 车门想开都开不了 一旁盆栽倒得倒坏得坏 警方获报之后紧急到场指挥交通 而车辆一次有漏油情况 环保局人员到场戒备 在道路铺上木屑清理油屋 一开始以为是车辆出现问题 但警察之后发现 69岁的王姓驾驶 疑似身体不适 新津台南中西区府前路一段 开开采灰箱又偏移 失控撞上路边的休旅车 和两部机车 酿成车祸意外 驾驶完然警察迟到正常 九车子为零 因已有身体不适时 与路盘停放无人驾驶 之自小客车及两部机车发生混撞 整个过程驾驶和乘客受到轻伤 送医之后没有大碍 但再看一次当时撞车瞬间 巨大的撞击声响 难怪让不少人都吓出一身冷汗 华日新闻的婉容 荣浩北楼汉生台南报导 嗨 大家好 我是颖童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